近日東章西網有講一個客人 他在銀行開了一些戶口 誰知在年紀兩年後才發現 原來當時開的戶口是幫他買了六份保單 而那六份保單現在有五份已經停繳了 都沒有錢了 沒有錢可以拿到 客人當然很徬徨很擔心 因為銀碼都不是說十多萬 而是說是一千三百萬 那究竟怎麼辦呢 在這兩天都有一些人客就WhatsApp我 就問我其實怎麼看這件事 甚至乎究竟這個情況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那我又剛好我自己那兩晚都有看東章西網 所以我都如果關於我們行業的事情 其實我都想去了解想去知道 那頭的人一說 其實我就已經知道那個來龍去脈 究竟這個情況是什麼事情 那今天呢 我就想嘗試一下 用另一個角度去演繹給大家知道 希望所有的投保人 就不需要太擔心 究竟在今時今日 其實在投保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呢 有什麼要注意呢 當我在電視上聽到 本來老人家的戶口是有一千三百萬 OK 然後兩年之後就發現 原來戶口裡面就沒有了錢 而只剩下六張保單 而六張保單裡面呢 就有五張已經停了 那客人就非常之擔心 那其實這些事情 是不是現在才有呢 甚至乎當然有很多平台 或者有很多輿論都會說 哎呀 為什麼銀行那個顧問會這樣做啊 甚至乎我也有看很多網上的留言 有些人就覺得 哎呀 銀行為什麼這麼沒良心啊 那個agent 因為它裡面也牽涉買保險 所以也有很多人都在留言裡面 就說那些保險agent是騙人 都有很多這些留言 而當中呢 我也有留意到 有部分留言就會說 其實為什麼當時人 真的沒有看清楚所有東西就簽名呢 而不是簽一次 說的是六份保單 是分開六次 簽了六次 他都完全沒有看過內容呢 所以 在留言裡面 你都看到有兩邊的 一邊就是覺得那些sales 騙人 很無良心 對 另外一邊呢 就覺得 其實那個 投保人都應該有些責任 為什麼他簽那些文件的時候 不看一下是些什麼來呢 OK 好了 其實 我看 當我看電視 看這個case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時間想起十幾年前 其實這些case不是今時今日才有的了 其實我印象中應該是十幾年前的時候 因為十幾年前那時候 我們保單都是英文的 就沒有中文版的 我當年十幾年前聽 就是那個人客 他有100萬 就給了一個顧問 在那個人客 他意識上 就說 你幫我管理100萬 所以那個人客 就覺得 本金就是100萬的了 只有這麼多的了 那你幫我好好理財 或者好好去管理筆錢 看看可不可以抵抗到通脹之餘 又有可能有一些利息 或者回報之類的 這些就是一般 穩陣的投資者的想法 OK 那 在十幾年前的case 我聽回來 就是 人客就以為是一次性 放100萬進來 不過最後那個 保險顧問 他就 不是 幫人客開一個一次性的 儲蓄戶口 而是幫他開了一個 5年的儲蓄戶口 OK 無論儲蓄戶口 或者投資戶口 都是可以有一次性的選擇 或者5年繳費的選擇 甚至乎10年繳費的選擇 在人客的理念 一直都以為是一次性的 當然他看那些建議書回報 應該是一次性 放幾年之後 大約的回報是多少 OK 但是你說最後那個顧問 我原來是幫他開了一些 五年供款的 如果一年的補費是100萬 五年供款的人客就要付500萬 OK 那就是說 其實在第二年 人客要繼續供補費的 OK 如果是傳統的儲蓄保單 頭兩年的儲蓄保單 是沒有現金價值的 所以在頭兩年之內的人客 停供的話 其實戶口是0的 OK 如果是一些投資聯繫式的戶口的話 其實戶口值裡面是會有錢的 不過在最短五年供的戶口裡面 其實人客最少都要供兩年的時間 戶口裡面才可以繼續運作 所以如果在兩年之內停補 仍然都是拿不到錢的 十幾年前我也覺得 為什麼顧問會這麼夠膽 本來客人想著100萬一次性放進來 做儲蓄投資 他就把100萬開一個年供100萬的五年儲蓄戶口 其實一年後就到期了 一年後本公司就會出一個繳費通知書 給人客 提的人客要交第二個100萬 那保險顧問其實到時又怎麼跟客人交代呢 難道他預料了一年後真的不做這一行 會不會呢 就是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多時候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在十幾年前知道 有這些情況的時候 事實上那個保險顧問 是在做那年之後 接著就說結婚移民 接著就走了 那到他離開了那間公司之後 一年後人客收到表費通知書 就覺得奇怪了 咦 為什麼又叫我交的 我明明100萬都一次性給了本公司 為什麼他會再叫我交第二個100萬呢 那人客去到本公司問 才知道原來他開了個五年的戶口 你說如果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人客就會將他所知 當時保險顧問跟他說的演繹 就會跟客戶服務去說 喂 當時他們跟我談一次性把進來的 為什麼他會幫我開了個五年戶口 我完全不知道 那在本公司呢 他就會去翻查 有兩個情況 一就是保險顧問仍然在保險行業裡面 可能他跳在另一間公司 另一個情況就是他直接沒有做這一行的 好像剛才我講的例子 他直接移民了 無論如何都好 始終那家本公司 就算那個員工走了 他都要處理這件事 他都要跟這個客人有交代 所以他們就會翻查所有簽文件的紀錄 還有客人說的證供 因為那個人員已經不在他們公司 他們就沒有辦法拿到證供了 好了 其實客人他就會說回當時他怎樣跟他做銷售 他講過什麼 跟著後來他怎麼付錢 在本公司的角度 其實當人客收到保單的時候 其實人客應該都會看一看那份保單 就是你去銀行 或者買一些投資產品 你都會有一些紀錄 你是買了那個投資項目 所以本公司第一個防線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每一個人客買一張保單 張單批了之後 其實就有一個叫冷靜期 21日的冷靜期 其實所謂的冷靜期就是 當人客拿到保單之後 他看到 咦 我明明是開一個一次性的戶口 為什麼會寫五年表廢呢 其實客人一發現 是不是已經可以馬上去公司的校服部 甚至乎去問個保險顧問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不需要等一年後 到時要交保費才發現 所以這個是 現在你說在保監局 那個冷靜期就是保障些客戶的 其實冷靜期這件事都有了十幾年 不過有時候人客就是 是不是真的買完份保單就算 還是都不急拿份保單看 都覺得買了就OK了 看都不看就買了在家 甚至乎都沒有理會 所以現在在新的做法裏面 保險公司都會上載一些保單 在網絡上 當人客單批到之後 其實人客就可以用自己的Lock in 在網上看到自己保單的保單內容 其實是保障客戶的 以前的電腦系統 沒有那麼厲害 現在的電腦系統 是令到客人 在一間保險公司 就算他跟不同的保險 agent買保險 他都可以看完所有名牌的單 當然你會覺得 那都要客戶可以上網才行 但是已經比起以前來說去進步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上個星期我聽完這宗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 想不到十幾年後 都會有這樣的事情出現 因為說十幾年前 是沒有中文保單 沒有中文保單 有些客戶 不懂得看保單 全部是英文 其實真的不奇怪 不過你說時代進步 現在就 慢慢有中英文版 人客都看到中文的 都知道自己買些什麼 所以你說在 東張新聞裡面的個案 是2019年開始投保 正常來說 客人應該是會有那六份保單 那他是沒有收過那六份保單 還是怎樣呢 因為當他買了單 應該就會出一份保單給他 因為是保險來的 銀行買股票 不是那些來的 那為什麼呢 這個我也覺得 其實沒有必要 要去到兩三年後才發覺的 其實應該很早 其實人客已經可以很早知道 其實自己在買些什麼 OK 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就是在當中 他就有提到 就是說 其實他出來 叫我簽很多頁紙 開頭 跟著後期 就是簽IPad 我都沒有看過那些 IPad是什麼 就叫我簽這裡 簽那裡 那我就簽了 這個我也想說一下 其實是 以往 簽買保單的文件 其實在十幾年前就很簡單 真的簽幾張紙而已 OK 經歷了在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 其實就有很多人客的 買基金 投資戶口 有戶口值就變小了 很多都變小了一半 因為全球有很多股票都跌了一半 所以變了在2008年之後 事實上在市場上 有很多人客就去投訴 就是說 我不是很清楚當時的戶口的運作 或者有保險公司 沒有說清楚給他知道 而就去投訴 希望 希望 戶口值能夠拿回所有本金出來 經歷了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 保監局去看到 其實原來當中 在銷售投資裡面 會有什麼問題出現呢 原來那些文件 寫得不夠紙 所以在這十年裡 無論是保險單 或者是投資聯繫式的保單 其實很多 就加了很多文字上的東西 就去了建議書或者保單 所以以前 我們說的是十頁的建議書 今時今日 如果我們買個全部的人客 是接近三十幾四十頁的建議書 因為所有事情 保安局都要求 有一個black and white 要在文件裡面 那客人看不看 他當然有責任 所以有時候 你說在一個訪問裡面 是不是真的可以四十幾頁 這樣說給客人知道 事實上 我覺得是有點難處的 有時候都不是 顧問有沒有心機說 而是客人 有時候他們都會覺得 哎呀可以了 為什麼要說這麼久 其實有時候有些客人 你知道香港人很心急 要快靈正的 其實我是要付多少錢 大約我要付多少手續費 什麼時候我才可以拿到錢 或者如果我的戶口直跌了 他們就會好像很簡單 但是當然戶口沒有問題的時候 當然可以很簡單 但是經歷過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 其實就很多人客都會用那個point 就是說顧問沒有說清楚 而就嘗試去希望投訴 令到那張單 就退回給他們的本金 那部監局首先第一個改動就是 將所有東西都 黑暗和白都寫得很仔細 在建書、保單裡面 但是因為這麼多頁 以及環保的問題 每一次出去見客都用四十幾頁 印四十幾頁的字 所以我想在這三四年之間 大多幾個公司都全部是電腦化了 因為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印紙出去 不是做到生意 是純粹談的 都印四十幾頁 所以很多東西就用IT 即是用iPad 可以先電郵給客人 先給客人 先給客人看一次 當然客人看不看 就是他自己選擇 但是起碼他可以 白字黑字 看到每一個條件 就不會說有2008年之前 他們覺得有很多點 都好像沒有很清楚 很仔細列明 現在我想不單止是保險 其實我想如果大家留意 你去美容院 或者去電話 去逐電話費 很多東西都已經用iPad 去填申請表 即是在iPad簽名 那你說是不是每一個機構 用iPad去填申請表 都這麼仔細 每一個顧問都這麼仔細 逐行逐行去告訴客人 我覺得真的未必會 老實說 不過 事實上有很多重點 是要知道的 那 這個也很看 我們經常說 顧問是否專業 就是這裡 其實要成交一宗生意 當然 大家說的信字很簡單 沒簽個名字 所以是可以這麼簡單的 但是 有一些我們叫做 基本的原則 一些基本的條款 特別現在的保險產品 即是日新月異 事實上 事實上 顧問是需要 跟客人 grow through 一次的重點 是的 客人有時候他們都會說 都會說的 都不用說那麼多了 我都相信你了 不過有時候 我都會跟客人說 其實真的要說的 我都試過有 一些YouTube粉絲 多謝他們支持 他們電郵來查詢 然後再電話跟我談 他們就說 其實我已經在網上 看完所有資料了 我也都想去你們公司網上 看完所有的Liflet 採業內容 我很明白的 現在我就想買 這個 Golden醫療 Mis Child 我現在要怎麼做呢 即是 即現在的客人是很精明 真的很精明 我都會跟他說 其實不行的 即是我 怎樣都要見你一次 說回一次的重點 和確認你真的明白 因為他自己去理解 跟我們真正 我們都會上課的 都要去學的 即是真正有哪些重點的位 我一定要告訴你 你真的明白了 那才簽名 才買呢 其實就是大家的友誼也好 或者大家這個 叫做服務的關係也好 才長久 OK 所以你說 有時候保險都是小銀碼 是不是 你高端醫療可能 五六百元一個月 或者你加上儲錢一樣東西 都是千人二千元一個月 但是如果說的是 一些大額的儲蓄戶口 或者是投資戶口 可能是過百萬的時候 其實就有時候都不是 信不信任的問題 始終都要告訴他 其實的手續費是多少 這個你提早拿走 就會有 我們叫做 surender charge 提早贖回的費用 另外轉換那裏 我們又收不收費用 另外你自己 怎樣可以看到派適 其實事實上 是有一些 是要說的 所以變了有時候 都提議 我知道現在的人客 其實很證明的 你們是 也都學歷水平很高 可以識體所有 還有現在所有公司都很open 所有的產品 你在網站上面 已經看到了所有的 veflat 全部都看到了 以前年代沒有這些 就真的要看到 那個agent拿出來 給你看 你才看到的 現在不是的了 其實現在的人客 全部在網上 都自己已經搜尋了 幾間保險公司 比較過了 跟著才去找個顧問的了 不過 你理解還理解 保險顧問始終都有 他的職責去講解 接給你聽 講解完 你又真的明白 那就簽了 大家都心安理得 你說在2008年金融風暴 那一役 其實我們之後的十年 其實都看到 有很多人客 是因為投資戶口 縮水 所以就有很多投訴出現了 投訴當中就是 每一間公司都會去 叫個保險顧問 做一個自白 究竟當時你怎樣接客的客人 你怎樣銷售 情況是怎樣 他都要整個真實story 說出來 而在客人那邊 他也是需要把整個 他知道他理解的story 說出來 跟著就是 看看最後 那個保監局 他們裁判那裡 究竟是 信哪一個 還有哪一邊 說的證供比較合理 如果你說 他們聽完兩邊的證供 我覺得那個透明度更加高 所以 每一個保險顧問 其實如果他真的用心去做 也都沒有心去騙人客的時候 其實他正道說每一句話 都應該是很合理很正常的 如果他是有心騙客人 自然他在言語之間 引導各方面就會出問題 所以有時候你說法例歸法例 現實實質 去跟一個人客接客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能夠這麼仔細 逐句逐句說 這些就很個別 看看每一個顧問怎麼做 不過我覺得最終就是 究竟那個顧問 是不是真的想長線在這個行業做 因為如果他用這些方法 明明那個人客是一次性擺進來的 他將他分了五年的計劃 而一兩年後就爆煲了 其實人客一定不會再幫錢進來的 他預料了這份工是沒有的 其實差了是他繼續在做 他被人發現 還是其實他早點離職 或者離開這個行業 就算你說當他走得到 離開這個行業 就像我剛才說十幾年前的case 那人是移了問 他不做這個行業 但其實他良心又可不可以去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 最終那個人 他是不是問心無愧呢 真的是他自己是知道的 我覺得 所以你說我們做任何服務性行業 顧問或者做生意也好 其實賺錢還賺錢 不過是否問心無愧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重要的 如果你說每天賺錢得來 心驚膽跳 甚至乎覺得是害了人 那其實你做得心安理得的時候 其實自己打份工或者去賺錢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都睡覺都睡得著 很多時候我們說這個行業 我們覺得賺到錢是幫到人 事順真的幫到人 不過你這頭又幫一些人 那頭又去騙人錢 其實不是這樣打和的 沒有得打和的 所以你說究竟我們怎麼去判斷 一個保險顧問的品格呢 那當然 這個行業裡面是有一個操守的規定的 但是你說究竟最後為什麼 那個顧問他會選擇用這些手法呢 其實我們真的想像不到的 事實上一個客人去做投訴 或者一個顧問被人投訴 其實他們心裡面 是不是問心無愧呢 真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是的 我們外邊的人 其實就很難去判斷 誰對誰不對 其實心裡平安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做任何行業都是 我覺得 所以 今天的短片 我就想提醒大家 其實不需要等一年兩年之後才發現的 其實在我們出了報單 有一個冷靜期 在冷靜期裡面 你看一看那個報單內容 如果你覺得真的在銷售的時候 原來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其實你都已經可以在冷靜期之內 是退報的了 那麼 早點知道 早點處理 就不需要將問題變得那麼大 越來越難去處理 如果你覺得我們今天的內容是有價值的話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你如果有其他的題目 想我們去給不同的角度的建議的話 歡迎你留言給我們 下次見